天还没亮就开始出发 早上七点已经在路上一个多小时了 远远的看见太阳升起来了 开了一天的车终于到黄石了 刚开到酒店就看到了一大群迷路 赶在日路完全结束之前出来走一走 这是我们在黄石的第一顿晚饭 我们在吃早饭 你这个 哦 是 toast the stick 是吗 这里也有一个对自己的brito不满意的朋友 早晨就先来了Mammoth Hot Springs 这边要走的路也不是特别多 看到了一些不同样子 不同颜色的温泉 接着我们就一路向西开到了Lamar Valley 他们说那儿有个狼 是吧 这是走的那个小矮小矮鼻鼠 听说Lamar Valley很容易看见野生动物 我们也想过来碰碰运气 可是我们一路走到湖边 也没有看见什么动物 倒是在回城的路上偶遇了一大群流过河 吃完午饭我们一路往南走 又去看了更多的大大小小的池子 在天哪里 在夜尾碰到我发现 我厉害的 但是我怕你不忘记 而是你不忘记 但是我们的众说 我们的瘾蜇 在暗的场上 你就是想到我们弄断 我认识了 我终于运勇 我终于你的 傍晚我们开到了inspiration point来看日落 晚上住的是丛林里的小木屋 第二天一早起来看了个日出 然后去看瀑布 看完瀑布我们就从天业Village往南开 准备去看Mado Volcano 有一点热热的 终于吃上了大碗的沙拉 看着还挺新鲜 我们的地不知道多少顿 看饱炼的东西 这个水是不是很暖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看了太多这样大大小小冒烟的池子 已经有点失去兴趣了 终于我们到了皇室最经典的这个景点 Old Bayful 它的旁边就是游客中心 门口会有一块牌子告诉你下次通发的时间 预测的都还蛮准的 这一站我们就住在Old Bayful旁边的小木屋里 这也是我们在皇室里面住的条件最差最小的一间 从Old Bayful出来去大棱镜的路上 我们遇到了一头很固执的要走在车道上的牛 我们就这样跟着它慢慢的开了很久 You found me when I was broken Put me back together again 哇 回到Old Bayful吃晚饭的时候 我们又赶上了一次喷发 第二天我们离开了皇室 出发去大提顿 从皇室去大提顿 不需要经过公园的大门 直接就可以进到公园里面 差不多下午1点我们到了大提顿 因为我们订的LBNB要4点才能check in 所以我们就决定先去走一个trail 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走就走了十几迈 等我们下山回到停车场的时候已经晚上七点了 下山的时候遇到一只慕斯 吓得我掉头就跑 然后我们跑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偷偷拍它 我们住的LBNB在T-T 这里有挺多酒店要边壁 然后周围也有一些餐厅 因为前一天的hiking 已经用掉了我们所有的力气 所以第二天我们就打算去一些 不怎么需要走路的地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下午去了一个叫Jackson的小镇上吃饭 这个小镇上有挺多不错的餐厅 这家叫Bing 22的卖很多不同种类的酒 然后会配一些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小吃 我们几乎把菜单上所有的小吃都点了一遍 味道都挺不错的 我们还加了大概三四次面包 最后我们还点了cheesecake和另一个巧克力做的甜点 晚饭是从一家叫Noodle Kitchen的亚洲菜馆打包的 这个看起来有点可疑的面条 在菜单上叫淡淡面 但是我们拿到觉得可能叫红烧牛肉面会更合适一点 虽然有一些菜有点莫名其妙 但是也算是丰盛而满足的一餐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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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